我們來看,剛剛錄製劇期特別注意喔 錄製的動作前面講過 所以如果假設你對錄製劇期的步驟不太熟悉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彩排過 或者把前面錄製劇期的部分單元稍微再看一下 那錄完之後呢 錄完的程式它會幫你放在哪裡 放在那個劇期裡面這邊有兩段 我剛剛錄的 那禮拜,現在執行的話是禮拜天啦 可是禮拜六的話呢沒有 那怎麼辦,沒關係 你可以拿禮拜天的來變一下 因為其實基本價格都一樣 其實主要做幾件事啦 不外乎就是選範圍 然後不外乎就是給它那個字的顏色跟底色 那可是的話呢 如果像剛剛我們做完的程式 如果你沒有做多餘的動作的話 理論上程式應該看到會跟我現在看到的一次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從編輯 或另外一個方法 從Visual Basic 然後點開來 這邊它會幫我把程式放在 我們的專案 這個叫專案總管裡面的模組 模組裡面的Module 1 如果沒打開 沒關係,你可以慢慢習慣把它自己打開 也可以 那裡面的話呢 只要一個Sub就是一個 一個按鈕就是一個Sub 也就是你剛剛錄製的一個聚集 OK 所以我們剛剛錄了兩個啦 第一個的話呢 當然清除規格 你會發現清除規則 應該清除規則 OK 這邊其實也可以改 沒關係 規則 然後呢 把這邊 單一號拿掉 好 其實你會發現還蠻簡單的 所以它那個格式化的話 它叫Format Conditions 這個就是 設定格式化條件的英文名稱 點Delete 所以把那個規則把它刪除 那如果你要加的話 其實基本上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邊就有 格式化星期天 那首先的話 一般習慣 聚集它會在上面加上一些單影 不過好像沒什麼規則 所以把它Delete掉 當然我講過啦 你可以在這邊加上1 我們是把游標放在A2 然後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後呢 再去設定格式化條件 OK 格式化裡面的資料在這裡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其實錄製聚集 它主要是幫各位 把那個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變成程式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寫VBA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 不一定要 照它原來滑鼠鍵盤的動作 舉例來說 其實你會發現 它一定是 A2.Select 然後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後產生一個Selection 關鍵的話就是這個Selection 其實Selection是什麼 Selection就是你選哪個範圍 範圍就是A2到哪裡 到L的32 所以其實 如果我直接要寫的話 根本滑鼠方向A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這個動作都不用 我直接跟它講說 我後面這個動作 其實指的就是哪一個 所以